凡是符合具有肺癌家族史 也就是50至74岁男性或45岁至74岁女性 且其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 经诊断为肺癌之民众 还有重度吸烟室等肺癌高风险族群 可以透过卫福部国健署7月1号启动的 低剂量电脑断程检查LDCT肺癌筛检计划 预约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肺癌一直是我们心中的痛 肺癌是我们癌症死亡的死亡 发生率也是第一个名 像去年大概也死亡了9600多位 这其实都是在国民健康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可是它的原因上面 只能去掌握有多方向的 这几年在学会跟国民健康署 健保署很多同仁大的努力 把很多标靶治疗的药物 让到里面去相关的检验检查也放进去 治疗之意也在学会的努力之下 也建立起来 所以在精准医疗的部分 有长途的进步 大家戒严方面也做得不错 至少跟大家报告 我在几十年的被催促的情况下 也终于号称戒电成功 那因从让它不发生 在里面去努力 戒严一直是一个在男性里面 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是以在国民健康署的努力 让这个发生往下降 那女性其实在里面发现说 非洲人的女性 很多有相关的费感 那可能是一些环境的因素 那经过多年的研究 也在家族史里面 是一个高风险 所以特别竟然在开始做 Lowdose的催修 希望能够早期的发现 男性不要从西渊这方面去着手 那女性也要是从 相关的一个家族史 那当然有个特色 男性是50到74岁 女性是45岁到74岁 基本上我们在充分地 从研究的数据跟需要的送送下 定出最符合 台湾在筛检里面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这里我当然还要再感谢 贾树立副主长 其实我一上任的时候 他就第一个来到我方 一定一直在 这这一样的喜爱 从贾昏到筛检这个 然后再过来 当然我群立署长 非常努力也支持这个计划 那吴兆健署长 今天就是一门脚 让他们能够成功 那今年之外一年起 相关的长期的计划 也持续会来进行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整理的一个 在Essession的计划的看法 能让我们的早期的发现 让我们的死亡数目降低 但更重要的就是要戒烟 让这个可能性 发生的可能性往下降 那接下来早期发现 精神的医疗一步一步的价格起 我们肺部的健康 经过八年做大家的努力 今天我们正式退出来 希望从7月1号开始 我们来做执行 我们的肺癌生育检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 我们提了总共到2030年的一个计划 那目前在国外委里面来做审查 但是呢 计划是要审查 但是执行不能停止 所以我们就选择7月1号开始来推动 那推动的肺癌筛检计划 就是寄我们 我们这样子的肺癌筛检 包括十公顷癌 乳癌 口腔癌 大肠脂肠癌 紧接着第五癌的一个筛检 那能够完整的一个计划 必须要有国际的实证 还有国内的相关的研究的一个实证医学 那么我们透过的跟相关的专家学者 不断的开会 不断的讨论 透过跟各个协会一起合作 把整个筛检计划的计划书能够领完成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希望从早期化线 早期治疗 能够让我们未来在过去年期11年的死亡率 第一名我们都非常的痛心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从前端来着手 当然从一旁端刚刚提到的 如何降低国内的吸烟率是非常重要的 筛检并不能代表说我们的肺癌不发生 筛检只是能够早期找到早期的肺癌 避免到缓急而影响到整个治疗的一个形成 跟治疗疾病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筛检的早期化线 早期介入早期治疗 能够降低肺癌的一个死亡率 当然我们最重要还是希望能够 避免肺癌的一个发生 所以希望各人也能够加入我们 不吸烟的一个行内 我们希望有吸烟的人 能够透过我们多元的 肺癌个案的死亡率高存活率低 主要与诊断的级别有关 目前第一期肺癌之五年存活率约为九成 但如果到第四期才就医 五年存活率就仅剩一成 级别之间存活率差距很大 大家知道肺癌是我们的新活病 那五分之一的死亡率 然后呢一半以上的肺癌的病人 并没有抽烟的病史 所以假如我们只针对抽烟者 做肺癌的筛检 其实有一半不是抽烟的这些肺癌的病患 其实是没有办法被筛检到 那肺癌的整个治疗 在精准医学的发展 它是进步最快的一个癌症 但是大家知道精准医学基因检测 标靶治疗还有免疫治疗相当昂贵 但是我们会来的病人 有六成的人是在第三期跟第四期 这些是没有办法用开刀来更正 那他们只能做我们讲的精准治疗 就会花费我们健保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资源 那真的非常感谢国建署开始这个肺癌的筛检的计划 因为全世界做了很多的研究 知道假如是我们光靠精准医学 我们能不能提升未来的五年的存活 其实是不会的 我们花了很多钱 但是未来的五年存活 这第四期才从8%左右进步到17% 那个存活其实是相当的不够 那最重要的是要让它在早期发现 假如都在第一期被诊断的话 它的五年存活是在80%到90% 所以一定要推动筛检 早期诊断 假如我们早期的病人 能够从现在的29%进步到50%的话 我们未来的五年存活率 一定在最短时间可以改善 而且可以被诊 这是我们要解决被癌一个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策略 那当然发生原因是很重要 我们也希望说早一点能够了解 为什么我们不抽烈的人 还会得到被癌 那针对这个发生原因 来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最后为什么女性 我们大家会看到 她比男性早了五年 做筛检 男性是从十岁开始 那女性从十四五岁 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肺癌的流行病学来看起来 华人的女性不抽烟的肺癌 而且是比男性早五年 她的号发的年龄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女性稍微往前 真的非常感谢 贝伯部的跟国建署的得证 也希望说我们能够早一点 肺癌能够得到非常好的防治 除了肺癌筛检 肺癌筛检是第五癌筛检 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 恰询参与此计划的全台22县市 共98家办理医院 勇约筛检 记者汪君台北报导 开简计划开战 早发现早治疗